这一题,那基本上这个功能需求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边有主要的资料 就是我们的那个一班到三班的资料 那一到三班的资料,如果说我今天呢 理论上当然这两边的资料可能大半分开的 可能放在不同工作表里 这个可能放一个,那另外一边查询 可能又放另外工作表 那如果说啦,因为为了方便 我们把它放在同样工作表 那假如说呢,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呢,这边假如说有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刚刚有讲过啦 不过这个下拉清单,假如说你的资料是固定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啦 你可以从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然后呢,可以怎么样,写成类似像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以后啊,你这个清单内容是固定的 你可以写成,有没有,来源 那比如说一班,豆点,二班,豆点,三班 这样的话,它将来 看到的结果呢,也会是一个下拉 那如果你要增加的话,自己在豆点再加一下也可以啦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呢,下拉清单点下去之后 自动帮我把一班的资料搬到这边来 有没有,一班,有没有,这个资料 搬过来 向下找,这个也是一班,把资料搬过来 然后,这个也张居正也是 帮我搬过来 OK 那再来的话,一样,点二班 按确定 二班的资料帮我搬过来 诶 那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 比较简单 那跟各位讲一下啦 当然这个 这一题哦 如果你要用Excel里面内建的函数来完成的话 其实也办得到 那只是说呢 会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呢,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用到所谓的阵列 那Excel里面可不可以执行阵列? 可以 但是需要执行大刮壶 那所谓的大刮壶是这样啦 当然呢,我前面交的时候 本来是用Excel内建的那个 公式哦 我要配合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话 特别是大刮壶 但是这个大刮壶 并不是你自己去输入上去的 而是你必须要按一下组合键 叫Ctrl Shift加Enter 它才可以做出来 而且里面会需要用到 if加small加index加ifVal 然后呢,再加Raw函数 然后最后的话,还要配合index OK 那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结果呢,外面还有大刮壶 那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就这个公式 外面大刮壶你不要复制啊 你这直接Ctrl C 那直接到哪里呢? 直接就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公式 就是在G5的储存格里面 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记得哦 如果这个公式外面要加大刮壶的话 还要Ctrl Shift加Enter 然后呢,你就把它向右 向下 那当然你如果更改里面也会动 有没有 而且你会发现呢 这个结果跟刚刚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呢 你要把上面的公式 写出来没有错误 哇,那真的是非常困难一些 有点像是在Excel里面 在Excel里面公式 我是觉得执行简单的东西还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执行一个很复杂的公式 除非说你对于Excel里面的公式非常熟悉 而且几乎不会做错 不然的话你光做错一个地方 要找出错误 那真的很困难 所以,倒不如我是建议 困难的事情,复杂的事情 干脆写VBA算了 OK,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该怎么写 其实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我把那个逻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就写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呢 就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那比什么呢 比他这个第二列到第十二列的A栏 跟什么比呢 跟H2比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他同一列的B C D E栏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个G H I J 那第几列呢? 第五列 那如果你call一个之后换下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多一个K K等于K加1 让他往下放 那这样的话呢 程式基本上就可以写出来了 OK所以我们程式该如何写 接下来的话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当然啦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同学 你自己再去砖研一下 我后来发现 如果要把这些公式写出来没有错误 真的太难了 OK 倒不如我是建议你干脆写成什么? 写成VBA算了 OK所以以后的话 VBA 比较擅长的 当然相对比较复杂的 我是建议你干脆直接写VBA算了 那怎么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一样 请各位先开启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插入一个模组 这边重来好了 这个是已经完成了 我来开一个 好 完全空的 跟各位一样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把它打开 下拉清单这个你就不用做了 因为这个里面都已经做好了 那如果我要写一个扳级的一个按钮 好啦 那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先从 开发人员里的Visual Basic进来 那接下来的话 请你在这边按右键插入模组 那我们在这边呢 直接打一个sub扳级好了 sub 然后空一个扳级 Enter 那再来的话 就刚刚讲的比对嘛 OK for i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跟他讲说 哦我要从那个 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比较一下 for i 等于第二到 第十二 然后 Enter两下打个 next 如果什么呢 如果 sales i列的A栏 等于什么呢 这个储存隔 这个储存隔 如果这个扳级跟这个扳级一样的话 那这个我用range好了 range h2 h2的话 ran 然后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如果两个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它同一列 同一列其实是i列 的资料帮我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一个储存隔 这个先删掉了 好 帮我call到这个储存隔的 ghi 所以呢 我基本上的话 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call到这里来 那这边call到这边的话 记得 把这个写在后面 把这个写前面 中间加等号就可以了 这个前面好像没有讲过 这个复制资料 所以哦 把这个写在后面 这个写前面的话先写 那就是写 帮我丢到第几列呢 第五列的g栏 等于呢 第i列的b栏 所以我用这个 这个di列 同一列 就是跟上面a栏 同一列的b栏 刚漏了后双引号 好 那这样的话 他就帮我call过来了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b bcd bcd 然后ghig 就是这样子 直接call一下 然后呢 call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改 改成ghig ij 然后这边改成bcd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好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呢 我是第五列的话 那执行的话 那每一次一般牛连好放过来 那这个呈染月又放过来又放到第五列 那不对啊 所以哦 我们可以在这边增加个k k的预设值等于5 你先放在第五 然后呢 这边改成k 每放一个之后的话呢 那就把k加1写回去 也就是k会变成6 所以k等于k加1 这个前面我们有写过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程式 就几乎快写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一般就ok了 那如果我改成二般的话 二般人好像比较少 一个 两个 这两个 所以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那底下没有清空啊 所以 应该在这上面再写一个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先清空 再读过来 那我们用清空 用range来写会比较快 那从哪里呢 G5 一直到哪里呢 到J12 G5 冒号 J12 等于空的 你可以写成等于空的 这样就ok了 好 意思是先清空 清空完之后 再把资料call过来 哎呦 然后再来一样 三般 清空之后再call过来 那一般 一般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一般其实没有 因为他资料 资料量比较多 所以会盖掉 哎 那理论上呢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如果说 希望让他可以怎么样 直接这边增加一个按钮的话 那直接这边再增加一个按钮 叫班级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那这边就有个 班级了 ok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按下他 按下班级 之下就call过来了 然后再按下三般 之下就call过来了 ok 所以理论上 我是觉得如果像这种比较相对资料 比较复杂的班译 复制 其实反而用VBA来写 有时候相对比较直觉 因为主要呢我们只有透过一个回圈 叙述列的范围 然后呢比对 比对什么 比对这一个范围的资料 跟那个什么H2 H2指的就是那个班级 哪个班 一班二班三班 比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那帮我把后面这些BCDE call到GHIJ 那记得把后面的资料call到前面去 OK 甚至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连续的 所以其实你甚至可以把它写成RANGE 那就其实就一行程就可以了 只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 如果你简单你这样就OK 那因为呢你每一次要往下放 所以这边增加个K 预设只等于5 意思是说从第5列开始放 那每放一个呢 就把K加1 也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把画面再还给 停止共用一下